老妈要开始和面了 今天包包子 四五家猪肉馅的大包子 叫我们到盆里边给他拌匀会了 这个水我烧到35度 老师常常走了 但是我晚上放学 他们孩子上来来吃点的 你这两天就让他载着住吧 看家没人 他爸回来他说都不带着 他爸是不回来他晚上就载着住 不回来他说都不在那边干 那也不行了太小了 然后五段坑上发了 面哥炕上了 盖一个毯子发的快 肉馅都切完了 然后摸一刀一会儿切葱花 葱花放里边 馅儿调好了 倒点酱油 来点十三香 再来点这个新鲜鲜 打来了吧 打你吗 我给你打 打你吗 打你吗 才打 我我我我还有我手套 来点盐 那个有手套 那个的 来点生抽 嗯 嗯 嗯 就带那个白的就行 我把这点蚝油倒里 放里边 这蚝油实际真可怜 热点油 一会儿搬饺子馅儿 锅里边放点青椒香 再来点花椒粒 炸好了 把这料渣捞出来 这个油 炸辣椒油也可香了 拌馅子也香 往那馅儿上一浇 老妈再拌肉馅儿 然后水已经烧上了 这儿有一大盆的刺老牙 估计用不了这么多 这都洗完了 然后给它捞出来 一会儿炒一下水 一半就够了 你看可亮了 嗯 所有的菜全都炒了 全在这儿呢 一半是不是就够了吗 一半就够了 这菜的味儿可是不太好闻的 我没闻好这个味儿 给我熏的老瓜都嗡嗡的 老瓜都疼了 切一个大团 然后留了两个小团 多半盆包的馅儿 一会儿进入屋就开包 这面包好了 这面包的软 然后它就容易翻 炕还不能咽着 炕又咽我早发了 有两剂子 一个就蒸了 准备包包的 感冒了 从小打盆子打得出来 一会儿那个后院老婶家的孙子 就是我带这儿 就过来吃 这晚上焯完之后了 好像没有尝回到味儿了 就闻不了了 烫不几号 要不然它那个省的时候 那味儿的 翘 就有点像这个 灭石画 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样 回响 就有点像那一闻 回响 一闻回响的时候脑泪疼 锅里边插小米粽 我们就都淤了 开锅了 两连大包子已就位 床材还有一连 这锅也冒热气了 准备下包子 今天这馅儿包的是满满等等的 馅和面 就是剩了一点馅儿 放进小碗里了 老妈说一会儿给它蒸上 再多获一瓶面 这点馅儿就搞定了 吃馅儿 太好了 一会儿就开了 你才放学啊 正好 快回来吃饭 吃饭 做业洗完了吗 洗完了 洗肉就洗完了 嗯 好了 好了 来 今天就我们三个先吃饭 老爸去大舅家打包米了 还没回来 然后他们也两个得晚一点 才能过来 热气腾腾的大包子 好了 还有一盘蘸姜菜 我给它盛点盛点 又喝点 我也盛点 小米粥配包子 你慢点吃别着急啊 刚出锅就烫了 对 虽然烫但是 辣 你吃我个辣椒更多了 你要是烫的话 你才能整一个那个 对的 别使这个了 你这个辣椒更多了 少个辣椒 妈你先吃那馅儿啊 有点馅儿咋 挺好吃的 挺鲜的 嗯 这个馅儿包子第一次吃 但是超好吃 看这个大馅儿 太香了 你这样起来上这边起来 嗯 他不能解了 没有找的做饭 嗯 你几点做热肉 6 5点 5点放下来 嗯 起了18点 起了两天 他今天孩子起来走 不用人教了 你自己能吃吧 嗯